我想問問大家 待會完崇拜後你會做些甚麼呢? 我猜我可能會聽到以下其中一些答案 A就是約了朋友去吃飯 B就是我要回家住 lunch 給家人 C可能就是我馬上要上班趕著去開店 D就是去超市買菜 E就是我要馬上去接仔 然後帶他們去打球游泳 F就是車媽媽回家 G可能吃個漢堡包 接著下午就跟朋友去行山 有人就要趕去出席一個婚禮 有人趕著回家 預備今晚要請客 預備下個星期要考試 預備公司會有一個presentation 又或者播放Netflix第16集 要完成劇集 有人要去老人院探望親人 有人馬上駕車到美國過長週末 我相信如果我繼續這樣數下去 數完所有英文字母也好 都未必會有人想得起 今早早我要跟大家說的題目 我試試給你一個提示 順便recap之前幾堂的教導 我們先示範 什麼是敬拜? 敬拜是一個與神相遇的經歷 在敬拜當中 我們會進入三位一體的神的同在當中 然後按住神所當得的榮耀來尊崇祂 帶著一個敬畏和渴慕的心去認識祂 被祂的美善所吸引而去仿效祂 然後最後被差遣進入一個黑暗的世代 來去見證祂 今早早我會集中說最後的一點 我希望這一堂講道會幫你調教一下 待會完崇拜之後你會做些什麼 大部分福音派的教會 不管是什麼宗派都好 都會在崇拜結束之前 安排一個叫做差遣祝福的禮儀 Benediction 哥倫亦不例外 當牧者講完道 回眾起身唱完回應詩之後 就會進入這個差遣祝福的環節 在過去這麼多年牧會裡面 很多時候崇拜完了 都會有大英姐妹過來分享 牧師,今天唱詩真的很感動 尤其是第三首詩歌 真的很好聽 那首是什麼歌 我真的想回家再聽多一次 多謝敬拜隊花了這麼多心思 去鋪排、去編排的音樂 我也聽過不少會眾會說 牧師,今天的講道真的很powerful 很紮心 上帝給我有很多提醒 多謝你忠心的預備 十八年來 我們都聽過不少弟兄姊妹 對於崇拜、唱詩講道的回應 但有一個環節 我從來都沒有聽別人提起過 牧師,光材的差遣禮 真的很powerful 我覺得很紮心上 但給了我很多提醒 又或者牧師,你剛才舉手祝福那一刻 真的很震撼 那一節經文在哪裡來 我想回家再聽多幾次 這些 comment 我真的從來都沒有聽過 In fact,我懷疑 有不少弟兄姊妹 根本就不明白 甚至可能是誤解了這個禮儀的意思 有時我們會以為 猜遣禮即是遣散禮 即是散會之前 騎上最後一個討 就可以說再見 於是乎 就會有一種現象出現 就是有些比較心急的朋友 一唱完回應詩 就立刻起床衝出去 為何這麼心急 趕著去廁所 免得完崇拜後要排長龍 又或者趕著出去停車場拿車 免得一窩風地衝出來 塞好久才能走到 又或者馬上要去摺仔 趕著送他們去游泳打球 如是者 我們就會miss out 崇拜的高峰 最重要、最關鍵的時刻 當然我不可以怪你 因為可能從來都沒有人跟你解釋過 到底猜遣祝福的意義在哪裡 今早早我會跟你說三個keyword commissioned 接受猜牌 authorized 備受權並 and blessed 領取祝福 這三個字 suppose 會影響你離開教會之後 完了崇拜余下六天半的時間 在這個世界上如何生活 我想用一段大家都已熟能長的經文 來解釋 這段經文在不同的中派聚會當中 都經常會用來做猜遣禮的經文 就是在馬太福音第28章裡面這樣記載 他說當耶穌復活之後 他第一次跟門徒相遇 他就跟門徒說了一番的話 這裡是這樣記載的 他說十一個門徒往加利利去 到了耶穌指定的山上 他們看見耶穌就拜他 但仍然有些人懷疑 懷疑的意思 不是說有人不信耶穌復活 因為耶穌明明整個人 動了在這裏生歐歐 那還有甚麼好懷疑呢 所謂懷疑也者 是說有人不知怎麽算 那即是怎樣 主耶穌復活了 那他是不是現在 就會跟我們一起 去復興以色列國 They were puzzled 但是耶穌沒有跟他們 一起去搞革命 沒有組織軍隊去攻打 羅馬帝國 因此耶穌跟他們這樣說 天上地上一切的權柄都已經賜給我 所以你們要去洗萬民作案的門徒 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我吩咐你們的一切都要教導他們遵守 這樣我就常常與你們同在 直到這個世代的終結 耶穌將大使命交託給他的門徒 不單止給這十一個門徒 亦都是透過他們將這個使命 傳承了給歷世歷代的教會 所以無論今天你去到世界哪一個角落 翻什麽中派的教會也好 你都會聽到傳導人一次又一次 忠心地將這個使命傳遞給你 今早早我跟大家說第一個keyword commission 接受差派或者接受委派 commission的意思就是 主將他自己的心意和計劃 和你來分享 然後差派你和他一起同工 什麽計劃? 就是藉著福音去拯救萬民 將天國帶來人間的計劃 不是主耶穌自己做完 亦不是給你一手包辦 而是與主和你一起同工 你們要去 你們要去 go 我想問一下大家有沒有試過被人猜遣過? 有沒有試過有人將一件很重要的責任交託給你去做? 舉個例子 半夜三更 兒子忽然發起銷上來 家裏又沒有藥 於是乎 老婆就差派你去shopper賣兒童退銷藥 順便pick up之奶 太太差遣你 與你同工 參與在拯救孩子的計劃裏 於是乎你立刻跳上車 打開GPS 看看哪裏有shopper 以為北溫這間沒去過 不如轉轉轉圈吧 一個小時後 來到shopper 退銷藥放在哪裏? 這本Magazine挺有趣的 那隻薯片未吃過 不如買一包來試試吧 忽然想起自己 我的洗頭水用了 於是乎趁記得馬上拿一支 終於遊蕩到離藥房 兒童退銷藥到底買Adville 還是Motrin還是Tainanol好呢 比較一下成分 不太懂得看 不如問問問GPT吧 其實功效都差不多 那就隨便買Motrin吧 好,付錢上車 開車了 慢著 好像還有一樣東西未買 是甚麼來的呢 是麵包 不是麵包 不是雞蛋 不是火腿 是鮮奶 幸好我記性好 於是馬上回頭 走進去再買過 拿了一包鮮奶 順便拿自己最喜歡喝的果汁 然後上車 駕駛一個小時 下來Richmond 來來會會剛剛好三個小時 我想問一下 在座當中 有沒有些男人是這樣的? 有的話 我真的很想跟你聊聊天 如果你太太委託你 要和你同工 參與在拯救孩子的計劃裏面 你會不會這樣對你太太? 你不會 那你會怎樣? 三個字 你會著緊 你會專注 你會忠誠 甚麼是著緊? 你打開GPS 找最近的那間shopper 半個小時來回便完成了 我肯定你不會去油車河 駕駛到北溫那麼遠 甚麼是專注? 叫你買退銷藥 你便買退銷藥 買甚麼薯片 買甚麼果汁 買甚麼洗頭水 下次去COXTO一次過買吧 甚麼是忠誠? 要不要來回兩次 才記得要買奶? 明知自己記性不好的話 拿個電話出來寫下它吧 於是就是在一件小事上 去猜譴你去藥房買退銷藥 就會見到 你是不是一個著緊 專注和忠誠的丈夫 我相信你一定不會 叫你太太失望 為甚麼? 就是因為她嫁了給你 她嫁了給你才猜譴你去 她不會叫自己爸爸去 她不會叫自己哥哥去 雖然哥其實就住在shopper旁邊 她買了送來給你 肯定不會比你快去買 她亦不會叫另一個弟兄去買 她叫你去買 是因為她信任你 她想預你同工 弟兄姊妹 如是者 你一樣是被猜譴的 你是被主猜譴 這就是作為一個受委託人 應該有的態度 就是著緊、專注和忠誠 那主耶穌猜你去做甚麼? Go and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你們要往普天下去 邀請人、裝備人 成為我的門徒 兄姊妹 當你去決定一間教會的時候 你必須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 那間教會的存在 不是因為要服侍你 那間教會的存在 不是因為她領受了耶穌的使命 在你所居住的城市當中 去邀請人、裝備人成為耶穌的門徒 那間教會的存在 不是為了去取悅你、方便你 製造一個社交場合給你結識朋友 那間教會存在的目的 是要介紹耶穌基督給你認識 裝備你成為耶穌的門徒 並且猜遣你進入這個世界 去帶領別人成為耶穌的門徒 響完崇拜後的六天半 你不應該是油油蕩蕩 行行企企毫無目標 就像故事的丈夫一樣 駕駛著車去北溫兜風 買下薯片、買下果汁、搞這搞路 買完藥又不記得買奶 出去又要入回來 做老公不應該是這樣 做門徒更加不應該是這樣 甚麼是commission 你看戲也可能看過 背景是一隻核動力的潛水艇 前面有一排的海軍將士 而藍隊的司令就站在他們前面 在出發前委任他們 去執行一個很重要的國防任務 其實你有沒有想過 每星期當牧者邀請你站起來 接受猜遣的時候 你的心態其實都應該 好像這些海軍將士那樣 帶著一份著緊、專注和忠誠 去接受猜派完成任務的呢? 這個就是commission的意思 第二個keyword我想解釋給大家聽 就是authorized 這個字我知道大家都認識的 但是很少將這兩個字 連在一起 但是這兩個字之間的關係是甚麼呢? 就是當你被委派去執行一個任務的時候 你必然會被授予權並去進行這個任務 比方說 一個皇家騎警 當他穿著制服 駕著警車 在你後面吊著你尾巴的時候 你就駕駛保時捷 他就駕駛SUV 雖然你的車一定比他的車快 但是快是沒用的 只要他一響警號 你就立刻要停車了 坐定定在座位裏面 等對方慢慢下車跟你聊聊天 騎警是不需要踩油的 他是不需要追你的 因為加拿大政府受了權 給他去執行任務 同樣一隻核動力潛艇 當他要啟動核子武器的時候 他是不需要船員去投票 他不需要去請示國會 只要他收到電子訊號的時候 艦長就有權力和職責去發射導彈 因為美國總統授權了給他 同樣一個門徒 當他每一次被耶穌猜譴 去Make disciples的時候 他都備受權力去執行這一項任務 那即是怎樣 即是說 當機會出現在你面前的時候 其實你不需要猶疑 我是不是應該開口傳福音呢 我是不是應該邀請對方回教會呢 我是不是應該鼓勵對方參加小組呢 但是我是誰 我是這些什麼potato 何德何能去為人祈禱 然後幫人決志 教別人怎樣讀經 這些事當然是留給傳道人做 弟兄姊妹 錯了 是你的了 你每星期都翻小組 你就已經有足夠的裝備了 而在祝福差遣禮的時候 你不僅接受了委託 你同時間已經被授予權兵 往普天那去邀請人 裝備人成為門徒 所以你就儘管放膽去做 牧師 你說就容易 人家皇家騎警 穿著套制服 身上有個襟章 戴著個配槍 駕著警車 上面大大隻字寫著RCMP 他當然有權兵 有什麼權兵 難道我告訴人 方牧師警察我來嗎 哪個方牧師 叫他自己來見我 弟兄姊妹 如果你是這樣想的時候 怪不得我們這麼小膽 怪不得思前想後這麼多顧忌 你完全搞錯了 我再讀一次大使命給你聽 耶穌說 天上地上一切的權兵都賜給我 所以 是有個所以的 所以你們要去洗萬民作我的門徒 我想你記住一件事就是 大使命不是馬太方第28章第19節開始 第19節大大隻字明明是寫著所以的 大使命其實是由第18節開始 All authority in heaven and on earth has been given to me Go therefore and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差你去的那個是耶穌 賜權兵給你的那個也是耶穌 耶穌的權兵有幾大話 不如我畫公仔畫出腸給你好不好 All authority 所有的權兵 All authority in heaven 天上一切的權兵 你還記得馬太方26章裡說 當耶穌在赫西瑪利園被逮捕的時候 那些門徒就拿刀出來 準備去還擊的時候 耶穌跟他們說 你以為我不能夠求我的父 他就馬上猜派12營以上的天使下來嗎 12 legions of angels 每一營是6000個 不過耶穌不是bluffing 他真的可以向天父求 天父真的會猜遣天使來救他 這個就是釘十字架之前的耶穌 真是復活了之後的耶穌 天上一切的權兵都已經賜給他 耶穌不用求的了 他直接命令就可以了 所有的天使都任憑他差遣調配 靈界的惡魔更加不在話下 根本不用見到耶穌 聽到耶穌的名字就已經害怕 天上所有權兵都已經屬於耶穌 都不只地上一切的權兵 同樣已經屬於他 你明不明白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 首先世界上每一個人都服在耶穌的權兵之下 特朗普在耶穌的權兵之下 拜登在耶穌的權兵之下 普京、金正恩等等 每一個人都在耶穌的權兵之下 第二 任何一個機構、組織、黨派、政權 都在耶穌的權兵之下 白宮也好、克里姆林宮也好 民主黨也好、共和黨也好 上議院也好、下議院也好 第三 每一個地方、民族或宗教 都是服在耶穌的權兵之下 無論是回教徒、佛教徒、天主教徒、 猶太教徒、基督教徒 全部都是服在耶穌的權兵之下 第四 每一條河、每一座山 天上每一顆星、所有銀河、每一個黑洞 都是服在耶穌的權兵之下 第五 每一個生物 它們身體上每一個器官 裡面的每一顆細胞 裡面的每一顆蛋白質 就連每一條的DNA 都是在耶穌的權兵之下 第六 最誇張的這個 宇宙運行所依巡的每一道法則 每一條方程式 每一個的常數 甚至連數學本身 已經發現還未被發現的 都完全掌管在耶穌的權兵裡 熱力學是在耶穌的權兵裡 電磁學在耶穌的權兵裡 核子物理學、量子物理學 相對論是在耶穌的權兵裡 第七 還有第七 不可以不說第七 He holds everything together 所有的定律、所有的物質 井井有條地來運作 它們一同來存在 是耶穌將它們協調和融合起來的 不是我說的 哥羅西書第一章第十六節這樣說 他說 天上、地上的萬有 都是本著他做的 萬有是直著他做的 又是為著他而做的 他在萬有之先 萬有也一同靠著他而存活 in Him all things hold together 請問這個他是誰 神的兒子耶穌基督 好嗎? 好嗎? 所以 下一次 當有一個親人 無論他是你婆婆也好 公公也好 外母也好 你奶奶也好 他跟你說 你以後沒有再跟我說 耶穌這個名字 不要再在我面前提起這個名字 的時候你心裡要知道 你的婆婆或者你的家婆 只不過是在一個很細小的範圍裡 在一個很短暫的時間裡 有一個很微小的權柄 一個微不足道的權柄 而你呢? 你卻是奉耶穌的差遣 仗著耶穌的權柄 He who holds all things together 仗著這位主的權柄 去到萬民當中洗人作門徒 你知不知道 只要耶穌說一句話 最深硬的人都會有緣下來 最挖強的人都可以苦手屈塞 At any time 耶穌可以隨時得著一個人 祂可以隨時改變一個人 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時候去拯救祂 He just needs to say the word 所以當我害怕的時候 我會祈禱 當我懷疑的時候 我會祈禱 我們可以一起奉耶穌的名 仗著主的權柄 去求耶穌施行拯救 弟兄姊妹 主耶穌已經猜派了你 你就可以奉耶穌的名 倚靠著祂的權柄 大膽地在世界上為祂做見證 接著我想跟你說關於 差遣祝福禮的第三個keyword 第一個keyword commissioned 第二個keyword authorized 第三個keyword blessed 在崇拜的禮儀當中 我們除了會被猜獻之外 我們亦都會被祝福 很多的牧者都會用 哥林多後書第十三章 第十四節來祝福會眾 大家都應該會聽過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愛聖靈的契通 常與你們眾人同在 The grace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The love of God And the fellowship of the Holy Spirit Be with you all 聽可能你就聽得多 但是很多時候 我們都誤解了祝福這個環節 有時我們會以為祝福即是祈福 或者等於祈禱 祈禱就是我們向神求一些東西 祈福可能就是具體一點 我們向神求求祂賜一種福氣給我們 但是祝福絕對不是祈禱 也不是祈福 祝福其實是一個pronouncement 一個宣告 所以當你看回新日本的翻譯的時候 你可能會被祂誤導 祂說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 天父的慈愛 常願你們同在 這裡是有個圓字在上面 但是圓文是沒有圓字的 你比較英文的譯本 無論是ESV也好 NASB、NRSB也好 你是找不到圓字的 當你加了圓字上去的時候 整句的意思就會改變了 由本來一個的宣告 變成了一句好像是祝圓的說話 圓是帶著一種的期盼 即是你現在的境況可能不太好 可能一般的 但是你很想它好些 所以我就為你祈禱 祝願你的境況可以好轉 但是圓文是沒有個圓字的 圓文是一個宣告 一個pronouncement 我再帶你多看一段經文 祝福禮 這一個禮儀 如果要追溯到始源 其實就要回到舊約 當以色列人出埃及 他們在曠野生活的時候 神這樣吩咐摩西 叫摩西去教阿倫 怎樣去做一個祭司 而祭司其中的職份 就是祝福回祖 文數記第六章22至27節 我先讀新譯本給你聽 耶和華就對摩西這樣說 你去告訴阿倫和他的兒子說 你們要這樣為以色列人祝福 對以色列人這樣說 願耶和華賜福你、保護你 願耶和華使祂的念光照你、賜恩給你 願耶和華唐念誰顧你、賜你平安 他們 即是阿倫和他的子孫 要這樣奉我的名為以色列人祝福 我也要賜福他們 Once again,新譯本 很可能是因為他想highlight 這一句說話 其實是一個祝福而言 所以他就加了個圓字上去 In fact,他加了三個圓字上去 將本來一句宣告的說話 變成了一句好像是足圓的說話 但如果你看回英文的譯本 無論你打開ESV、NIV、NASB、NRSV都好 全部都沒有圓字在上面 我讀一次給你聽你自己比較一下 The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you 不是May the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you The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you The Lord make His face shine upon you And be gracious to you The Lord lift up His face upon you And give you peace 英文的譯本是很準確地保留 原來那一份宣告的語氣 有回眾可能就會說 牧師,你有這麼久 什麼緣?又沒有緣? 什麼是宣告?什麼是祈福? 我不是很明白 那祈福又有什麼不好? 那宣告又有什麼特別呢? 那,弟兄姐妹,你問得很好 你來心一點點 我繞個圈來回答你 大家有沒有試過參加婚禮? 有的,應該所有人都參加婚禮 基督教婚禮的儀式是怎樣的? 通常都是有個牧師做主禮人 多數都是在教堂舉行 那新娘和新郎應該都是基督徒來的 那開始的時候,新娘就會進場 然後新郎和新娘就會站在台前面 然後通常都會唱詩 牧師就會做一個訓練 然後彼此交換戒指、交換誓詞 然後牧者就會宣告他們兩個人成為夫妻 最後祝福完了就禮成 好了,我想問 有多少人完結婚禮之後 會跟牧師說 牧師,今天唱詩、獻詩真的很感動 那些詩歌真的很好聽 真是多謝music team的練習 牧師,你剛才那個訓練 真是很powerful 很紮心 令到我有很多反思 通常都不會的 絕小情況會是這樣 因為焦點不在那裡 我相信大家的焦點 亦都不應該放在簽分書的環節 或者台上有甚麼擺設 或者趁家穿哪件衣服 伴娘的裙子怎樣 我想問你 整個婚禮的高潮在哪裏? 婚禮的高潮就是 當新郎和新娘簽完分書 站在台前面 互相握著對方的手 牧師看著他們兩個 然後舉高雙手這樣畫 我再讀出來給你聽 John,Judy 既然你們今天已經在神面前 在人面前互許承諾 願意以對方作為你自己的忠心伴侶 我就本著上帝授予我作為神伯仁的權柄 我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 宣告你們二人正式成為夫婦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and of the Son and of the Holy Spirit I pronounce you husband and wife 這個就是基督教婚禮的高峰 這一對基督徒成為夫婦 不是因為他們簽了一張分書 簽分書只不過是為了政府的要求 婚姻神聖的地方 是這兩個人在神 在教會面前許下承諾 牧師就按著上帝給他那份的權柄 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 宣告他們二人正式成為夫妻 當牧者說 I pronounce you husband and wife 那一撒那 現實改變了 這兩個本來不是夫妻的人 在那一撒那結合成為夫婦 牧者沒有祈求兩個人成為夫婦 牧者沒有祝願這兩個人成為夫婦 牧者是宣告他們兩個人成為夫婦 I pronounce you husband and wife 牧者將一個熟靈的現實 宣告在這兩個人的身上 那熟靈的現實是甚麼 就是神已經將這兩個人結合在一起 從此他們再也不分開 所以我經常跟新人說 你要搞清楚 你想行一個基督教的婚禮 不是因為你覺得基督教的婚禮很cool 而是你們兩個都願意將神 將你們結合在一起 再也不分開 這個就是pronouncement最powerful的地方 在另一個場合作為牧者 我也有一個職責就是 如果有一個會眾來到我的面前 真誠地認罪流淚悔改的時候 對方在神面前表白了自己的懊悔之後 我就會為他祈禱 我就會說 既然你已經在神面前承認自己的過犯 並且願意真誠地來悔改 我就宣告耶穌的補血已經洗淨了你一切的罪 你已經被神寬恕 In the name of Jesus You are forgiven 在那一撒那 目者將一個屬靈的現實宣告在這個人身上 這個屬靈的現實是什麼 耶穌的血已經產生了功效 這個人的罪已經被主的血所淘沒了 祂是被神所寬恕 你明白一個宣告 一個pronouncement是什麼 如果你明白之後 我就將它套用在祝福的禮儀上 墨西吩咐阿倫 要這樣祝福一些意識的人 The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you 耶穌說賜福與你保護你 不是怨 是祭司將屬靈的現實宣告在你的身上 The Lord make His face shine upon you and be gracious to you 耶穌說使祂的念光照你賜恩給你 不是怨 是祭司將屬靈的現實宣告在你的身上 The Lord lift up His face upon you and give you peace 耶穌說倘念誰顧你賜你平安 為什麼這麼緊張 經常要神的面對著你呢 想像一下 爸爸帶一個兩歲大的兒子出去 去公園玩 是怎樣的 爸爸的眼睛好像Laser那樣看著 全程都看著兒子 老遠見到一隻大狗走近來的時候 爸爸就已經立刻衝過去抱起兒子回來 這個就是耶穌說臉對著你的意思 他經常都會看神你 他會眷顧你 他會賜恩給你 當你有事求救的時候 他立刻會聽到來救你 祝福不是祈福 祝福也不是祝月 當阿倫開口 那一句說話就成為了事實 不是那句說話本身有什麼法力 是因為耶穌說授權了給阿倫 阿倫去宣告的時候 神就賜福給以色列人 屬靈現實就落在會眾的身上 文數記第六章第27節 他們在說 阿倫在說祭司 他們要這樣奉我的命 為以色列人祝福 我就會賜福給他們 I will bless them 所以弟兄姊妹 祝福禮不是遣散以色 來到了崇拜最後的環節 目者通常都會這樣說 請弟兄姊妹起立 領袖主的差遣和祝福 首先為何要起立 講道你也不需要起立 領袖祝福了你要起立 因為那是一個莊嚴的時刻 就好像將士站在軍艦 總司令去commission官兵 準備出發去執行任務 所以當你站起來的時候 你也接受主耶穌commission 你進入這個世界 為祂製造門徒 第二 你的姿勢是一個領袖的姿勢 記住 這不是一個祈禱 是領袖 領袖的姿勢是怎樣的 伸出你的雙手掌心向上 擔高頭 你可以閉上眼 你可以閉上眼都可以 但你不需要低頭 因為我們不是祈禱 那有些喜歡包眼有頸的朋友 就會問 我不喜歡伸出手 我不喜歡擔高頭 行不行 是不是我不伸出手 其實是因為宣告落在你身上 你躺在這裡領取也可以 不過為何我鼓勵你 要伸出手上來 因為伸手是一個信心的表現 耶穌的祝福是你要憑信心去領取 伸出手就代表你對主的信心 第三 這是主的差遣和祝福 不是牧師差遣你 是耶穌差遣你 是那位擁有天上地上一切權 並那位主差遣你 也不是牧師去祝福你 是主自己祝福你 牧師只不過是開口宣告 屬靈現實是耶穌降給你 神會與你同在 如是者 猜遣祝福就是一個最合適的禮儀 去完成整個的崇拜 因為我們說的 敬拜是與神相遇的過程 我們期待進入三位一體的神臨在當中 來到崇拜的結束 我們要離開 被猜遣回到這個世界 領受主的祝福 祝福是甚麼 聖父、聖子、聖靈 三位一體的神 必會與你同在 所以待會完成崇拜之後 你就帶著主的同在 回到這個世界 勇敢地為祂做見證 你也能成為祂做見證